歡迎收看發行卵證一分鐘 這期又要請教一下Eva 因為人們經常問我 那隻卵的街貨很高 會否影響到發行人的開價質素 不如你教一下投資者 好 街貨高的話 發行人拿著的貨會比較少 可能有機會比較難 去維持那隻窩卵或牛紅症的價格表現 會令那隻窩卵和牛紅症 比較容易受市場的供求因素 氣氛影響著 所以窩卵和牛紅症的價格 有機會偏離證股表現 會比較難去預計相關的表現 可能投資者選之前都要做足功課 查清楚這隻窩卵和牛紅症的街貨水平 去到甚麼水平 要注意這件事 大家買得的都要做足準備 謝謝Eva 好